8月24号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水的排入大海计划 这两天因为这个事真的是给我气的不行 小日本哑听的太泥骂不人揍的 这还没完事呢 更气人的还在后门 日本政府这边刚说完排放 马上在日本AHK上就宣布 针对网络上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水排放的所谓风平被害 日本外务省计划用700亿日元作为公关预算 也有报道说是800亿日元 也就是花钱给日本洗地 结果这两天网上到处都是日本的秋天犬 各种日翠罕见二鬼子全跳出来了 这帮玩儿用各种方式在网上疯狂的给日本洗地 所以针对当前日本掀起的舆论战 咱必须得主动出击报答罕见 我将用两期节目好好让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真相 所以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首先咱们必须要清楚 日本往大海里排放的到底是什么水 日本方面在这里故意的混淆概念 一个核电厂可能产生的水有三种 冷却水 核废水 核污染水 首先大家看一下核反应堆的构造 反应堆的中间有一个叫堆芯 外面是金属外壳 里面是金属管 最里面是一根一根的燃料棒 这里面是放射性物质 直接接触核物质的叫一级回路水 这种水是完全密闭的 循环使用 二级回路水不接触放射性物质 但是会和一级回路水产生热传导 二级回路水会因此变成水蒸气 再经过冷却塔变成冷凝水 这些水排放出去没有核辐射危险 而三级回路水是流量巨大的海水 更不可能接触到放射性物质 海水通过核电站最外层做热传导 海水的作用是冷却 所以三级回路水是冷却水 那核电厂所谓的核废水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从冷却系统里面排出来的废水 离子交换树脂的废水 核设施运营维护产生的废水 你在核电厂里洗个手 流出来的水也叫废水 这些水本身量级并不大 而且都会经过净化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那重点来了 日本排放的水都不是上面说的这些 而是核污染水 准确的说是浮岛核事故之后产生的核污染水 当时浮岛核事故是核反应堆的堆心溶毁 就是这个玩意儿从里到外破了 连外壳的金属壳最外面的水泥 到里面的放射性物质整个烧毁 形成一个类似于团块的玩意儿 然后这个玩意儿就开始往下掉 这个东西的核反应还在继续散发出巨大的热量 然后不断的烧穿下层的一切东西 当时日本人为了给这个东西散热 就直接用海水往里灌 所以接触了核物质的海水 其中包含大量的放射性元素 这些都叫做核污染水 这就是日本往大海里排放的东西 懂了吗 那福岛核事故是怎么造成的呢 当年日本不知道怎么想的 日本建造福岛第一核电站 愣是把长址从原来的基准加30米 挖低到了基准只有10米 而从66年到2002年 小本子他们认为当地最大的海啸高 是1960年的地球背面的智力海啸 传到福岛第一核电站 附近的基准是加3.1米 一个把葛氏北斋的话贴的到处都是的国家 竟然天真的认为自己能遇到的最大海啸高浪是3.1米 然后2009年小本子觉得可能点不妥 才勉强把这个标准提高到了基准加6.1米 结果2011年的海啸直接超过15米 看来东京电力公司对自己的6米防波低 他是真有信心 所以把应急发电机放在了反应堆的地下室 基准是加4米 一个大浪直接全都给干死了 所有的冷却仪表阀门全部都玩犊子 这是福岛核事故一切的根源 而且由于挖地将近30米 反应堆下面就是地下水 这反应堆融毁之后 地下水也污染了 至今他们每天还要抽出100多吨的被污染的地下水 真正有多少地下水被污染 然后流入海里 这谁能知道呢 核事故爆发之后 日本为了省钱 以及掩盖事故 新村侥幸心理想保住基足 各种不当操作轮番上演 结果就是硬生生的把三级核事故 给拖到了七级核事故 福岛核事故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人祸 而更令人气愤的是 日本后期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暴露了小巴嘎反人类的本质 日本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行贿100万欧元 而且小巴嘎还得到了他昂萨野爹的默许 这帮玩儿脸都他娘的不要了 日本开始排放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他们正在其网站上提供来自于日本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排放的事实数据 可是点进去一看 在网页最下方有一行小字写着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on this webpage are provided by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Holdings 和着日本人给你什么数据 你就发什么数据 真的是脸都他妈不要了 但是你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他不要脸吧 他针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报告发了一条微博 他是这么说的 本报告既不是建议也不是对该政策的合可 等于日本就要干 然后给了他一堆数据 这些数据没有任何的保障 也没有任何的可信度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管是因为拿钱 还是迫于美国的因为说 针对日本的报告我们发出来了 但是这份报告既不是建议 也不是我们针对这份报告的许可 所以懂了吗各位 就是不要脸呢 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科学可言 日本从头到尾就没跟你讲科学 那日本拿出所谓的合格的数据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日本专门把多次检测数据中的最低值给挑出来 把多份为了应付检测故意稀释的样本混合到一块 然后把检测中最低值拿出来 直接写在报告里 等于是东拼西凑出了一份合格的数据 而且之前就有报道说 日本排放的核污染水里面有很多泥土之类的东西 核污染水沉淀之后 底部那些被污染的泥土的核放射性数值 比上面的水可要高太多了 这才是真相 更可气的是 日本一直说这些核污染水是被净化过的 是安全的 既然真是安全的 为什么日本人自己不喝自己不用呢 非要往大海里面排放 所有给日本洗地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 要知道日本可是淡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国家 这么好的净化水 为什么日本人自己不用 另外还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日本从头到尾 只说核污染水里面的川元素的排放量 还特地做了一个卡通形象给自己洗地 就这就是纯粹的不要脸 因为福岛核污染水里面除了川以外 还有碳14 490 固60 色137 还有点129等60多种核元素 但是日本从来不提 所以日本讲科学 根本就不讲科学 日本就是自己造了孽 然后拉全人类下水 属于典型的日本法西斯的末日狂欢 真是混账东西 他们可是他妈要排放30年 30年懂吗 各位 他妈的这帮小鬼子洗地的罕见 都他妈绝户是吗 跟他妈王举似的 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他妈不饿是吗 大家要知道 日本核事故从头到尾就是因为要省钱 本来一个二三级的进水事故 给拖成了七级核反应堆 熔毁事故 现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花费是34亿日元 如果日本用更安全的蒸汽释放的预算是349亿 但是日本说他要省钱 但是日本却直接用700亿日元去洗地去搞公关 这不是反人类 什么是反人类 这不是法西斯 什么是他妈法西斯 中国方面直接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议 召见日本大使 在联合国上指着日本鼻子骂 并且在8月24号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所有的水产品 结果这一下日本人杀眼了 日本媒体报道称 日本水产品行业为此大为震惊 福岡一家水产品公司的社长听到这条消息之后 大脑一片空白 北海道冷酷的扇贝一下就没了销路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的会长 火速打电话给日本内阁经济产业大臣控诉道 全日本的渔民都非常的震惊 日本自己竟然没想到 中国会直接全面禁止所有的日本水产品 根据日本自己的数据 2022年日本出口额最高的就是中国大陆地区 871亿日元占比22% 其次是中国香港 755亿日元占比是19% 这两块加起来占日本出口海鲜总额的四成 这里插一句嘴 香港真的是被日本消费主义入侵最严重的地区 大量的港人极其的媚日 日本商场利用香港人这种心理是疯狂的割韭菜 很多本来没多贵的东西 日本厂商在香港卖的就特别贵 香港最高档的餐厅 有一大半都是人均超过3000的日本料理 现在小本子杀严了 大陆全面禁止 香港直接禁止了日本10个县市 这对于日本水产业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结果现在日本还想着自己打造成一个被害者的倾向 真的是一点脸都他妈不要 就这样日本外务的大臣还在G20上要求中国撤回禁令 你说你小本子要脸吗 这他妈是屁股蛋子是吗 现在日本排放的核污水从天上肉眼可见 你说这事你能忍吗 可以不客气的说 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事就是对全世界发动了一次核战争 美国就是帮凶 随着洋流240天之后 放射性物质就会扩散到中国 1200天之后几乎就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了 至今还有很多人为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洗地 说他们通过ALPS过滤方法排放核污水非常的干净 但是就在一个月之前 日本福岛附近还发现了色137超标180倍的海鱼 就在8月24号排污现场有人用仪器直接测量 排放前该地区瞬间辐射测量值从0慢慢到了0.3 在排放时瞬间的辐射增至了0.7 证明日本所谓的高科技净化稀释完全是撒谎就是放屁 而面对日本如此恶劣的破坏全世界环境的行为 环保组织呢 环保小公主呢 拆净呢 怎么面对日本污染全世界的事全都闭嘴了呢 这帮狗 日本政府跟日本东电公司啊是劣迹斑斑 前科累累 当初福岛河事故爆发后 东电隐瞒堆新熔毁事故 两个月之后才爆出来 日本政府只顾着撒谎公关收买今日跟秋田搞舆论战 最终福岛河泄露覆水难收 最终省海水降温 还要把被污染的海水排放到全世界 拉所有人下水 真的 小本子这个国家不会有好下场的 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应该明白了吧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管他们叫鬼子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 我们每一代人都会面对每一代的鬼子 每一代人都每一代人不同的抗日 小本子真的是人类支持 好了 今天暂且骂到这 明天继续骂小本子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